接着我们来介绍体积莫容度跟重量莫容度的比较 这个还蛮重要的 如果容义是以体积莫容度跟重量莫容度表示的时候 那它的数值一般而言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体积莫容度的公式是容子的莫数 再除以容义的体积 容义的体积是用公升 那如果是重量莫容度的话 它是容子的莫数 再除以容义的质量 用公斤表示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糖水 1M 底气莫容度 与1M 重量莫容度 何者比较甜 虽然都是1M 但是因为容度的定义不一样 甜度会不一样 还记得我们怎么假设吗 体积莫容度我们是假设 容义是1公升 老师容易写英文 Solution 一公升的容义 有 容子就是糖 1M 而重量莫容度 1M 是说 1公斤的什么 1公斤的水 有糖一磨 你看糖的量都固定了 但是奶杯水比较多 这1公斤的水 就是1000cc的水 1000cc的水 这边1000cc的容义里面 你看这个容义 是不是由容子加容剂组成的 容子跟容剂加起来 是1000cc就1000毫升 这边光水就有1000毫升了 所以奶杯比较甜 很明显 是不是这一杯比较甜 糖都是一磨的量 但是它的水 这个容剂 水还不到1000毫升 而这个是水就1000毫升了 所以这个水是比较少的 就容剂比较少 所以水比较甜 是1M 体积莫容度比较甜 好我们再回来看这里 所以如果磨容液它以体积莫容度跟重量莫容度表示的时候 这个数值通常是这样子 重量莫容度会比较大 我们可以用三面举例子 糖都是一磨 糖都是一磨 如果水是一公斤的时候 这边一公斤的水 所以1除以1就是1 这是重量莫容度 可是体积莫容度的话它怎样 它要一公斤的水就是一公升 它要一公升的水 然后再加上糖一磨的量 还要加上龙脂糖 所以它的分母是比较大的 所以分子一样 分母比较大 除出来子会比较小 所以通常重量莫容度会比体积莫容度还要大 好这我们看下面 如果当溶液非常稀薄的时候 比较稀薄的时候代表说水的成分比较多